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讲题 就是与耶稣践踏在风烂中 与耶稣践踏在风烂中 跟自己讲一下好不好 一起来念 与耶稣践踏在风烂中 就好像这一曲的先知性舞蹈 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学一下 他们就与天父一起怎么样 跳舞 他们的脚就是来践踏仇敌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有先知性的舞蹈 来参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来自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来 以耳上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床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炫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说 是鬼怪 别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就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救助了 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真是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我们都有读过 所以在这14章里面 第14章 马太福音第14章 其实是门徒跟耶稣 激励了许多神迹 门徒根据耶稣这时候 激励了很多神迹 除了门徒有看到耶稣 医病赶鬼啊 这样神迹之外呢 在14章 在这个还没有耶稣 醒在水面上的神迹之前呢 耶稣洗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五饼二鱼神迹 喂饱了五千的人 这个神迹呢 耶稣要代表一个 要告诉这个 这世代的人 我就是生命的良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6章35节说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来到我这里的 必不饿 永远不可 所以14章 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是谁 我是谁 最前面当五饼二鱼神迹 发生的时候 耶稣要告诉这个世界上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我就是生命的良 来到我的 不会饿 来到我的面前 不会渴 那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呢 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呢 这边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句话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传 如果我们没有看上面的 上面那个上文的话 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话 为什么耶稣要吹门徒上传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耶稣自己一个人叫众人散开 上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祷告 这个吹 这个吹 他有一个意思就是 强迫 强迫的语气 就是说耶稣强迫 他的门徒 快快快 快快去 快快上传 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那很好奇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敢 逼借 门徒上传 耶稣刚刚行了神迹 不是更多人 更多人要留下来吗 门徒就有机会服侍他们吗 没有 耶稣叫他们赶紧离开 赶紧离开 那个先渡到那边 那边就是指的是伯塞大 在马可福音六章十四五节 有讲到伯塞大 所以加百农 去到伯塞大 这个路程 你们看了这张图 是非常近 大概有六公里的路 非常近 那为什么耶稣要 门徒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去到 从加百农 本来去加百农 伯填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地方 伯塞大 从马太福音第四章 到第十三章 耶稣都在加利利一带服侍 加利利一带服侍 但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耶稣的服侍 出了一点状况 不是耶稣出了 就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神祭之前 第十四章 有一个人被杀 猜谁被杀了 施洗约翰被杀了 施洗约翰被西律外杀了 所以耶稣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耶稣 施洗约翰 在路加福音九章九节 讲到 当施洗约翰被杀 被西律外杀的时候 施洗约翰听见了 耶稣事情 以为施洗约翰又复活了 所以路加福音九章九节说 他想见耶稣 西律外想见耶稣 为什么西律外想见耶稣呢 简单讲 他想抓耶稣 为什么他想抓耶稣呢 就是耶稣的影响力 在当时候 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 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 影响到当地的政府 开始有意乐 所以再加上 五饼二语的神情 未保五千的人 不但未保五千人 如果加撒孩 加富人的话 大概有一万多个人 一万多个人 都渴望都追随着耶稣 所以这种的影响力 开始引起了西律王的注意 所以西律王在路加福音会说 我也想见这一个人 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 还是怎么样 主要是他要抓他 所以耶稣这个时刻呢 本来在加百龙床福音好好的 所以他要赶紧叫门徒 催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去到博赛大那里避难 所以博赛大呢 是属于西律 因为博赛大是属于 另一个王管制的 所以 所以那个加百龙 是 是 安提博管制 但博赛大是另一位管 叫菲利管制 所以影响不大 所以他吹门徒上去 同样的一件事情 在把约翰复营我们看到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耶稣除了引起 西律王注意之外呢 避免引起西律王注意之外呢 耶稣当时候行了 五禀二语的神迹的时候 谁多谁多人 都要冤待谁做王 耶稣 很多人都要叫耶稣做王 在约翰复营六章十五节说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 强批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 所以 耶稣 知道说 他来不是做世界的王 他来就是要完成救赎的计划 所以他不希望他门徒 也要像世界的人一样 推他做王 所以他赶紧将门徒先离开 他自己去善后 所有的灰众之后 他独自去祷告 他独自去祷告 这个也是耶稣 因为他知道说 面对一年后的十十家的救赎 他不忘记 当初他为什么来这个十十家 耶稣能不能在世界上做王 可以的 但是他胸腐天父的旨意 他要成就救赎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为什么吹门徒上船 我们就看到说 有两个原因 一不要引起叙利王的注意 第二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祷告 祷告 当他服侍到一个地府的时候 很多人要怨戴他的时候 他退下 他赶紧也要叫门徒离开 所以当门徒从加百农 坐船到博塞大 只有六公里的路程 可能一个晚上 不用一个晚上 可能一个两个小时就到了船 但是在从加百农 去到博塞大的路程当中 他们遇难了 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呢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什么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第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 风浪的冷身 风浪的冷身 我们看到门徒 这个从加百农 去到博塞大 路途当中 在加利利海当中 遇到了问题了 因风不炫 被浪摇汗 不管是来自大自然的实力 不管来自黑暗的实力 来攻击他们 还是怎么样 不管大风大浪来了 连彼得这么有专业的渔夫 都怎么样 周驾不住 所以风浪来了 我们人生遇到风浪 不管你是多专业 多有知识 多有经验 都无法阻止 风浪 直出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讲到夜里四更天 是几点呢 夜里四更天 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 在罗马的祭祀法 有四个 有分成四更 那三点到六点 就是快要迎接 黎明前的黑暗 所以这时刻呢 就可见 这个门徒在海浪 已经咬汗很久了 从本来昨天就会到了 拖到今天早上 都还没有到 快要到第二天早上 都还没有到 所以他们在海浪 好久 他们很辛苦 因为浪来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没有人知道 耶稣可能也不知道 这个浪会来 但门徒也不知道 但风浪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一件事情 船就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的冷身 我们的冷身 2024年 我们的冷身 那从这边到那边 在我们成长 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从加班 然后去到波泰大 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大浪 大风大浪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们大浪 我们很渴望说 我们冷身是一防风险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有把握说 我们冷身可以怎么样 风平浪静 对不对 所以人生 从这一点我们看到 我们人生一定有烂 一定有风 一定有烂 一定有风 就好像有一句话说 车 我们买车停在车库里 是最安全的 对不对 但不是买车的目的地 买车目的地就是要去驾 当你要驾车的时候 你就可能面对要去打油 要去 可能面对 待压班戒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人生呢 有大风大烂呢 都是正常的 我们也看到门徒 也遇到大风大烂 但是呢 当你遇到耶稣登场的时候 当他们遇到大风大烂的时候 从昨天晚上到四更天的时候呢 耶稣说什么 我们来看门徒 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耶稣登场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鬼怪 便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满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这三句话 我们记起来 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 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再来一次 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当你遇到大风大烂的时候 当你在事丰 在事业上遇到大风大烂的时候 记得这三句话 耶稣会跟你讲 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放心 是我 不要害怕 那这里我们 所以门徒看见有东西 有看见他 他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 说是鬼怪 这个也是很正常 如果半夜了 有水面 你是跑船的 你看见水面上 有东西走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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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到 我们自己都会吓到 很自然的正话 会吓到 那耶稣 连满 立刻说 放心 这边放心 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 危机 已经不存在 而是说 谁在 耶稣在 耶稣在 他告诉你 不要害怕 那是我 可以直接翻译成 我是 I am 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说什么 神的名字是 我是 那我是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所以这里耶稣要告诉门徒说 我就是 我就是那位神 我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 记得耶稣被捕的那一夜的时候 他们 耶稣就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回答 我要找拿撒勒 耶稣 耶稣说了一句话 我就是 我就是 人就退到 怎么样 倒在地上 就可见耶稣 我们的耶稣 就是那位神 耶稣就是那位神 耶稣经常在圣经多处 都讲说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好牧者 我是养的门 那我就是那位神 所以神记起事发生 通常耶稣要让我们去认识 我的耶稣是谁 不是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就好了 耶稣反而要让我们更深一层去认识耶稣 所以当门徒最举望的时候 耶稣出现的时候 让他们看到耶稣是那位什么样 平静风浪的神 我记得在 在这个第十四章 在前应该是第八章的时候 耶稣也平静风浪 那时候耶稣在哪里 在船上 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在船 耶稣没有在他们的船上 而这一次呢 耶稣是踏在水面上 走过去救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第十四章这里的 告诉我们说 耶稣就是那位大风大浪 都要听祂的话的神 耶稣能践踏风和浪的神 祂是神的儿子 死里复活 所以大风大浪来的 我们人生有大风大浪 惊慌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定一定要记得什么 耶稣都在 耶稣都在 我是 我是 耶稣会告诉你 耶稣不会 耶稣在刚才 耶稣吹门徒上船的时候 他独自一个人 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他不会看到 门徒发生事情 他不会理 今天也一样的 你发生 当你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 耶稣不会 不会看 战绝不理 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 我记得 有一段时间 玉璇面对生病的时候 他听了一首歌 那天我去 他就独自去听这首歌 然后我也听了这首歌 很好听 但是我不明白 这个歌词的意思 在前几天 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哇 这个歌词 实在很有意思 我相信写这首歌 这首歌是 伯特利的写的歌 我很多首 我生命中走过大风大浪 很多歌是从 听了很多伯特利的歌 很鼓励我 很坚固我的信心 这首歌叫什么呢 I belong to Jesus I belong to Jesus 我属于耶稣的 我们看他的歌词 他这个歌很长 很长很长 我只是列了几个月 他想什么 当我感到恐惧袭来时 我不会逃跑 即使在低谷 你的权在就足够了 即使你在低谷 我们刚才讲了 放心不代表危机不在 只是代表 耶稣在 你权在就已经足够了 恐惧远远不会征服我 因为我是属于 耶稣的 我是属于 耶稣的 好不好 跟我们自己讲说 我是属于 我是属于 我是属于耶稣的 所以当我们在 2024年面对多大的挑战 不管你是经济上 不管你是在哪里 婚姻上 记得这句话 I belong to Jesus 我是属于耶稣的 只要耶稣在 问题虽然还在 但是只要耶稣在 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们看到门徒 在船上咬汗的时候 耶稣在 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能够平息 他能够带领我们 度过难关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ICU的医生 凌晨 9点多通知我要去医院 他就跟我说 要签一个文件 就是要动手术 他脑部水肿起来 那位医生就告诉我 他开刀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他血小板很低 所以有触血的风险 那我说不开刀 可以不可以 他说也不可以 因为他的水肿会越来越大 会脑死 所以当我很挣扎 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没有 告诉他的家人 我一个人就 那时候我只打给牧师 打给牧师 我要怎么做决定 后来我就签下来 当我签下来的时候 突然有一句话 天父对我说的 说孩子 我已经为我的女儿 承担了一切风险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那天晚上 他本来医生是说 有动手术之前 我会打电话给你 那天晚上 一个电话都没有响 耶稣将我讲 孩子 我 我就是耶稣 已经为我的女儿 承担一切风险 那时候我多么平安 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 不管多大的风浪 记得耶稣都在 所以耶稣登场 大风大烂 都不会把我们吞吃掉 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好 我们 我们来看两个经文 这两个经文呢 是耶稣要留给我们的 留给他儿女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个经文 一二三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所以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儿女们 他留下平安给我们 他留下平安给我们 他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遇到大风大烂的时候 不担心 因为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耶稣平安 也有耶稣的平安 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平安 耶稣就是那位神 所以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回到耶稣 一定要来到神的家 一定要跟神说 耶稣你来救我 等一下我们会看 一句四句话的祷告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所以从第一点我们刚才讲的 风烂人生是很正常的 来到这些 耶稣自己也讲 你们有苦难 但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第二点让我们知道说 苦难是有 困难是有 挑战是有 但耶稣在这苦难中中 就好像主题讲的 耶稣踏在这个烂当中 踏在这个风当中 他要帮助我们 他要帮助我们 第二呢 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 呼求耶稣 呼求耶稣 这里有两个呼求 彼得说 主啊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声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就说 主啊 救我 那第一个 我们知道说彼得是一个 口直心快的人 乐于冒险 敢尝试的人 就是说 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到了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没有什么坏的动机 他就是 第一个 耶稣回答什么 他就是第一个回答 不管错跟对 他都是第一个 所以 彼得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呢 他更早去认识 耶稣是谁 当耶稣 叫吩咐彼得 再去捕鱼的时候 耶稣 那个彼得 一整晚都捕到鱼的时候 耶稣叫他再去捕的时候 他驯服的时候 捕到很多鱼的时候 彼得怎么说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能讲出这句话的 有太人 经典的有太人 他可见 他遇到了 耶稣 他认识这位 是谁 是神 只有 他讲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因为他觉得不配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然后耶稣再问 问所有门徒的说 你们猜猜我是谁 彼得第一个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儿子 还有一次呢 耶稣说 你们也要去 彼得说 说什么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归从谁呢 彼得很早很早就知道 耶稣是 独一真神的儿子 但这一次呢 他就跟耶稣 他更想渴望挑战 另外一个层面认识 耶稣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意思方译 我可以讲到 既然是你的话 你就叫我从水面上 到你 找到你那里去 这种的 十二个门徒里面 只有彼得 做这个不合理 不理性的请求 扶求 他敢 虽然这个看起来不合理 你看哦 大风大浪 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说 耶稣你赶紧上船 赶紧上船 来品西风浪 因为之前 耶稣在船上 就品西风浪 既然这一次彼得说 不不 耶稣如果是你 你让我跟你一样 走在水面上 就是因为他敢 他渴望经历到神 他渴望不一样经历到神 他里面的渴望 他如果是你 因为他知道 只有有权柄 有能力的人 才可以 踏在水面上 在大风大浪 踏在大风大浪 行走 他知道 只有如果耶稣 是耶稣的话 耶稣能够行这个神迹 于是 他就 跟耶稣 勇敢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把他形容 彼得 用意经历 下船的心情 已经风浪很大了 他还要求说 耶稣 让我跟你一样 能够踏上 下船的心情 跳出自己的安全地带 与耶稣一同经历 在海面上走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但我们人生会 会遇到 有一天我们也会 跟耶稣一起 踏在水面上走 那十一个门徒呢 在床上看彼得 看看 看看彼得 等一下信心 掉下去的时候 你看 每次都是第一泡 结果呢 又信心软弱 但耶稣不是这样看他 耶稣看他里面 既然你要求这样 耶稣说什么 来 来 所以有一句话讲 我宁可在信心里面死 也不要在疑惑中活绝 所以 前两个 两点告诉我们 不管风浪多大 我们记得 耶稣都大 这一点 耶稣要告诉我们 像彼得一样 2024年 是我们传福音 疯狂传福音的一年 疯狂为神 要做大事的一年 所以在上个星期 我们春节的时候 我们推大家去传福音 如果你还没有传的话 赶紧去带 跟一个人讲耶稣 为耶稣疯狂 跟个人讲 你就能够经历 下传的信心 你就能够经历 在传福音当中 你怎么样经历到 神的帮助 你就会经历到 什么叫神迹奇事 所以我们宁可 即使你讲福音 讲得不是很好 也没关系 好过怎么样 原地他不 我都不做 因为传福音 是我们本身 基本我们要 火出的使命 所以我继续挑战大家 2024年 春节你还没有 去传福音的 赶紧去传 至少一个 让自己突破一个 你哪里知道 你带着这个人 信耶稣之后 他生命被神使愿 不管是孩子 不管是少年人 不管是亲年人 不管是老年人 神把你放在你眼前 神就是要你 跟他讲 耶稣 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当彼得跟耶稣讲 如果是你 你就在我随便上走 耶稣说什么 你来吧 是一种邀请 耶稣没有拒绝他 没有否定他 邀请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耶稣很渴望 很渴望 他的儿女们说这句话 让我能够在水面上走 耶稣很渴望 当我们很愿意说 这句话 耶稣也一样跟你讲 你来吧 我带你去经历 神迹奇事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如果你愿意踏出去 传福音 我让你经历 水多神迹奇事 在马太福音28章 讲到说 我就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你不用求耶稣与你同在 当你愿意传福音 耶稣说 我就与你同在 你就可以经历 水多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彼得 当于彼得邀请 耶稣邀请彼得 你来吧 彼得就很单纯 花出一步 他就经历了 是一个门徒 都失去经历 他在水上经历 就是彼得 所以我们不要错过2024年 我们不要2024年 回到过来的时候 看看我能够写 不要一张纸给你写 我把神的经历写出来 等一下你交上百卷 不好了 交上百卷就是零分 我们至少 也要拿十分 厉害的就拿几个 更厉害的拿A plus 不要交百卷好不好 2024年 那第二个呢 我刚才讲 这里有两个呼求 第二个呼求 就是主啊救我 只见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将要下沉了 便喊叫说 主啊救我 风让人生的时候 我们看见什么 如果我们看见环境的话 容易让人失去信心 就好像你传福音 哇 吹公黑 这才能够阿弥险耶稣 或者你 你为他 一直为他祷告 怎么他的病 还是没有好 你可能会有 失去信心 在真言书 讲一句话 你在患难之日 若胆却 你的力量 就微小 Chris Berlandon 他讲这句话 他说 什么是 什么是信心 最简单的信心 是什么 如果祷告 没有得到应许 该怎么办呢 他说 最简单的信心 就是什么 继续祷告 有道理 我们继续祷告 他并不得医治的时候 怎样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所以 主啊救我 我相信我们有一天 神就来做医治的工作 神正在预备而已 神正在预备一些事情 就在 如果你读 四福音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 在耶稣 每门 每门口的 那个瘸腿 为什么耶稣 没有医治他 要到使徒行状 他才医治 我们不知道 总之 神要从 这个人身上得着 神要借借彼得 神就是要借借彼得 跟约翰来医治他 所以一样的 你今天为这个人 祷告 不得医治 没关系 可能叫下一个人 你把这个医治的 宣告的 种子已经 撒在他的身上了 你把福音的种子 已经撒在这个人身上了 可能你不是收成的 但你最起码 你是 撒种的 不管是收成 跟撒种 都是一样 重要的 所以 所以 OK 好 在 这两个经文 也是给大家 不是给大家 神给我们儿女的 刚才给的平安 神说什么 凡求告主名的 你就必得救 如果你 你线上的 或者你再多的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 我告诉你 我邀请你来信耶稣 这边叫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神也告诉你们 祈求的就给你们 寻找的寻见 扣门就给你 开门 我在新年 新年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是搬这家冷气 那时候我去那个 我们赶个股房 这个股房会不会漂亮 自家做的 自家做的 感谢主 我们赶这个股房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解决冷气问题 然后我们就去问 然后我们就去买冷气 然后我就刚好 我就过去 那天店开到六七点 我就买 我就问那个 帮货的人会中吗 他说不中 我看到他砍在我的车 放在车的后面 然后我到家的时候 第二天要带女儿 他爸在了我女儿的位置 晚上我就把他 扛一下 因为他讲不中 我就砍下方 哇 砍下 怎么这么中 没办法 已经砍下来了 就硬硬塞在后面 30kg 结果搬好之后 这边痛了 痛了两天 开始有点紧张了 因为我曾经有动过 小肠 小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 有动过 幼稚员还是一年级 动了两次小肠的手术 我就开始很担心 他早上不会痛 只是晚上痛 哇 我说很痛 那天新年期间的时候 阿如就来到我家 帮我拿东西 我就叫阿如 你为我祷告 我祷告了也没有得医治 我就叫阿如来为祷告 晚上的时候 我也叫女儿祷告 我不希望他能够 拖在我新年 因为新年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 到第二天早上 我很惊讶 我很惊讶 我很久没有经历 这么快得医治 不会痛 但你并不得医治 不代表神不要医治 神更渴望医治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坚持下去 坚持 就会看到果子 好 所以 好 当彼得 沉下去的时候 他信心软弱 他 主啊救我 主有没有救他 有 赶紧身上拉住他 我不懂 是一个门徒 在看戏说 谁叫你这么拉洁 我不知道 可能也不会 可能也不会 那耶稣说什么 你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 疑惑呢 耶稣很多次 在马太福音 讲小信的人啊 小信的人 意思是说 鼓励我们 要成为 大信 要成为有信心的人 所以六章 八章 十四节 十四章 十六章 十七章 都鼓励我们 要成为有信心的 因为信心在于哪里 在耶稣身上 在我们认识人身上 那疑惑是什么意思呢 疑惑是一分为二 所以信心不要一分为二 要把焦点 不要把焦点 放在很多的东西上 原本彼得走得好好的 初步把焦点 放在耶稣身上 他走向耶稣 但因为 他甚至经历跟耶稣一样 他在那个风浪当中 但是他把焦点 从耶稣身上 转移到风浪的时候 他经历这个神迹不久 不久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耶稣对我们所说的 耶稣你来 我们就完全要相信他 所以一样的 当我们去传福音 当我们去医病祷告 当你为你家里的祷告的时候 你就要第一个意念告诉我们 耶稣一定会帮助我 因为我是属于耶稣的 可能我的祷告 不是 我可能要A的方式 帮助我 但可能耶稣不用这种方式 可能用B的方式 总之 耶稣肯定一定要 会来帮助你 如果你对祂的话语 有信心 如果你坚持 没有放弃的话 所以 好 那我们就看最后了 神迹的结局 当他们上了船 风就怎样 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祂 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马太福音8章27节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要听从他 在第八章的时候 耶稣也平息风浪 那时候耶稣在床上睡觉 遇到门徒 遇到大风大浪 赶紧叫耶稣啊 耶稣啊 我们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赶紧叫耶稣起来 平静风浪 但是当他们看到 这个神迹启示的时候 他们说了这句话 这是怎样的人 他们门徒还不知道说 这位耶稣平静风浪 是神的儿子 而这次第十四章 的神迹启示 让他看到 所有门徒看到 这边讲 传上的人都拜他 就是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神迹启示的最终目的 让人认识到 这位神多厉害 而不是让我们 行神迹的人多厉害 也不是让我们 只是看到这个神迹而已 而是更深一层 认识这位神 是行神迹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2024年 告诉大家一句话 结论 对你来说 耶稣是谁 你问隔壁 对你来说 耶稣是谁 对自己来说 耶稣是谁 我们游戏 我们游戏 都跟他们讲一句 一样的话 你真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相信 我们这位神 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就不怕 把福音传出去 你就不会怕 为人祷告 因为这位耶稣 是行神迹的神 这位耶稣 能够使大风大浪 品息 所以2024年 不管你年龄 现在多大 不管你年龄 现在多小 为耶稣做一件 像彼得一样 伟大的事情 好不好 跟自己说 耶稣啊 你使用我 我经常也是 跟耶稣祷告 当遇见 离开了我的时候 我跟耶稣说 耶稣 我现在有的是什么 时间 我有的是时间 不是有的是钱 有的是时间 单身了 时间比较多 我经常跟耶稣说 耶稣啊 你用我吧 你不要让我 2024年百过 所以我们也是 跟耶稣说 只要我们 跟耶稣挑战 像彼得 如果是你的话 你就在我水面当手 你也要跟耶稣说 耶稣啊 如果是你的话 你就在2024年 让我活得很有意义 活得很精彩 跟你一样 踏在大风大浪里面 神迹里面 挑战来了 风浪来了 我不怕 我把这些告诉耶稣 跟耶稣善良 怎么样面对这个风跟浪 那你就会看到神迹奇事 你就更生一层 像门徒一样 你真是 神的儿子 你的认识的层面 白纸交上去 你不是在交白卷了 你开始在白纸身上 写你的故事了 你交上去的时候 耶稣快 哇 完美 2024年 你交的成绩当 我非常满意 你是忠心右两三的仆人 我要把十座城 交给你 所以我在新年前 牧师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我们是改变世界的人 我们是改变世界的人 好 所以 我们来读最后一个经文 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因为很熟悉 经常忘记读 我们就要读读看 他讲什么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 末了阿美 这是耶稣 回天家的时候 升到耶稣那里的时候 他完全相信门徒 现今他也完全相信你 能够改变世界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门训国家 甚至奉父子圣灵 为人施洗 不再 施洗这个行业 不再只是 但是这个饭碗 可能你们都能够做了 也是属于你们的 不是只是属于牧师的 并且怎么样 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好不好 我们一同起立 今天呢 我们 若你 第一次来我们教会 或者你献上第一次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 我也邀请你 但邀请你这位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这位耶稣是真实的神 祂很爱我们 祂也很爱你 祂要改变你的人生 活得更精彩 更有意义 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 不管是线上线下 我也邀请你来 跟耶稣做一个祷告 说耶稣啊 我在这里 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你来使用我 第二个福招 你已经信主很久了 你很久很久 没有再经历到耶稣了 你的见证 一直以来都是讲 十年前的见证的话 2024年 你跟耶稣说 耶稣 你再帮我写 新的一个见证 那个见证 继续能够为你来传福音 跟耶稣祷告 耶稣 自己跟耶稣祷告 彼得也是自己祷告 若是你的话 今天也跟耶稣说 如果你用意 你可以说 耶稣你来用我 我相信你 你会用我 你会用我 我看着我 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 什么事情 你再说 我相信 你 是什么 我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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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呢 如果你身体上有需要 要我们为你们祷告 我们的主长可以为你们祷告 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死水变为美酒 我们的神 他主题叫做我们的神 我们看到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 你有需要 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为你祷告 如果今天中有新朋友的话 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也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为你来做个 为带你做个绝世祷告 好不好 当我们请敬拜团 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那我们先来拍手 我们教定阳光在我们耶稣的身上 Come on 你是水变为美酒 如果你身上有需要 可以勇敢来到台前 我们为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稣是哪里一致的神 如果不但你是健康或者你家庭遇到困难 遇到挑战 你失去方向 你不知道2024年我要怎么走 也可以来到台前 当你勇敢踏入台前的时候 我相信这位耶稣就能改变你的方向 就能够带你在2024年经历突破 这是耶稣的邀请 今天早上耶稣邀请你来 当你踏到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 耶稣一定帮助你 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信靠你 哈利路亚 继续地宣告 你是水变为美酒 你是水变为美酒 还有吗 你是想念的看见 我们要渴望你跟我跟彼得一样 去激励这位耶稣 很真实地激励这位耶稣 不要错过这个邀请 黑暗中你光照亮 不灰烬中我们心境 有谁能想你 不要对耶稣有灰心 再次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我信尊为祂 我信尸全能 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身 你是一致者 我们也邀请我们的主长 可以来到台前 为台前们祷告 我信尊为祂 我信尊为祂 我信尊全能 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身 你是一致者 能力再与你我神 我神 我神 无人能阻挡我们 我用你与我同在 我有爱怕什么 再次的宣告 主你是我们的神 无人能阻挡我们 我用你与我同在 我有爱怕什么 我神尊为祂 我神尊为祂 我神尊全能 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身 我神 我神 你是一致者 能力再与你我神 我神 还有两分钟 最后一个福招 就是我们用意跟耶稣说 耶稣我们要像彼得一样 在2024年去经历你的神迹 让耶稣来大大使用我 如果你用意的话你举起手 你说2024年我不甘心 就是这样交摆卷 我最起码也有教 教白纸上有我的见证 如果你用意的话你举起手 可能我们邀请利品牧师 带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丑 举向耶稣 不是举向我 就是举向耶稣 耶稣你来使用我 你来使用我 耶稣不看连你 只看我们那颗用意的心 阿们 好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来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你真是神的儿子 阿们 主我们祷告说 在新的一年 2024年 我们要很真实的经历到 像彼得那样子 其他是一个门徒 都没有人愿意去尝试说 耶稣如果是你 让我也走在水面上 但是只有彼得 他想都没有想的 立刻就这样子说 耶稣如果是你 也让我走在水面上 主啊我们说 我们也要像彼得 那么样的单纯 我们不想太多 因为我们看到 耶稣你就是那位奇妙的神 你就是那位可以走在水面上的神 阿们 所以2024年呢 主我们也要对你说 耶稣如果是你 主啊我们也要走在水面上 阿们 主啊我们也要走在水面上 让我们在2024年呢 真的是经历到神迹 经历到过去呢 信主这么久 我们没有经历到的神迹 阿们 过去信主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看到的突破 我们没有看到的医治 主啊我们宣告说 在新的一年 我们在属灵上 我们要变得很贪心 我们说我们都要去经历这一切 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点燃起来 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被提升 阿们 让我们的真的是 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 当2024年结束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可以从 我们的经历 从我们的心去说 耶稣啊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阿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阿们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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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